韩寒不明原因报受四十斤,李佳琪连续停播,成年人,健康是最大的责任,一起来听。 最近,37岁韩寒的一组对比照片在网上流传。 几个月不见,韩寒从一个中年发福男子摇身一变成了健身达人,有了亮眼的身材和健硕的肌肉。 而且,他经过努力锻炼,十八分半便能跑完五公里,相当于国家三级运动员的水平。 但有句话说得好,当一个人突然开始改变,一定是遇到了某件事。 果不其然,韩寒在回应中曝光,自己日常工作压力较大,熬夜是常事,后来体重突然开始往下掉, 几个月掉了四十多斤。 人体无缘无故报寿,韩寒感受到了健康危机,特地去医院做了各种检查。 索性检查结果是好的,可到现在,他都不知道报寿的原因所在。 有人说是肠胃问题,有人说是压力所致,有人说生活作息不规律影响的。 也是从那之后,他才开始积极地运动。 知乎有一个提问,在什么时候让你突然意识到健康很重要? 下面的回答很扎心。 大把大把掉头发,无缘无故头晕眼花,以为自己得了什么大病,觉得人生都灰暗了。 去医院检查,忐透不安等待着化验单的那一刻,觉得什么都不重要,只有健康是最好的。 本以为病痛离自己很远,有一天却发现他可能近在咫尺。 本以为自己不怕死不怕病,有一天发现,连去接一份体检报告的手都是抖的。 成年人的世界,每一次进出医院,都有一番难以言说的恐惧。 作家蒙田说过,健康是自然所能给我们准备的最公平、最珍贵的礼物。 是啊,身体无病,便是此生最大的幸福。 前几天,李佳琪没有直播,冲上热搜第一。 李佳琪竟然在工作日连续停播了两天,而且还是临时通知。 她发微博解释,身体不舒服。 过去的李佳琪无数次带病工作,一边往喉咙里喷药,一边扯着嗓门喊着, Oh my god,买它。 一年做近四百场直播,每天熬夜到凌晨,连续三年无双休无节假日。 直播这一行,放鸽子是大吉。 之前这么苦都走过来,这次若非真的难以支撑,她又怎会临时取消呢? 不过是身体实在不堪重负,迫不得已按下暂停键罢了。 但李佳琪还是幸运的,她很成功,也有机会弥补失去的健康,而有些人就没有这么好运了。 访谈节目《鲁玉有约》曾经曝光过郭德纲师傅侯耀文,59岁英年早逝的真相。 虽然表面上侯耀文是由于心脏病去世,但真正拖垮她的,却是她的拼命。 侯耀文是个工作狂,每次团队外出演出,几乎都是她亲自带队指挥。 为了工作,她可以称得上是废寝忘食。 吃饭不规律,冷热不均是常试,通宵打蛋更是家常便饭。 背痛,撑一撑就没事了,胃痛忍一忍就过去了。 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状态,病也一拖再拖,拖成了胃癌之后有诊断出了心脏病。 树病启发,再好的身体也受不了。 树本华说,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,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。 这世上,没有什么天大的事情,值得你一次次的一命相搏,以健康为代价。 所有的拼命,最后拼的,全是健康。 今年3月22号,国标女王刘真因心脏病住院抢救33天之后去世,想念只有44岁。 刘真有一个4岁的女儿,因为不忍女儿看到自己的病容,就一直没让女儿来医院。 想念孩子,她便听听孩子露的声音,然后躺在床上,默默地流眼泪。 原本以为心脏病手术后便可以很快相见,可未曾料到,一转身便是永别。 手术失败了,人没了。 到最后,她都未曾见过孩子一面。 害怕女儿难过,父亲就告诉女儿,妈妈出去很远的地方工作,旅行,要好几年才会回来,爸爸会用生命保护你。 父亲以为孩子听到之后会哭闹,没想到孩子一声不吭,一直地流眼泪。 大概孩子能感觉到,自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。 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,就这么地散了。 孩子没了爸妈,丈夫没了妻子。 人这一生,健康最贵。 没有健康,我们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长大。 没有健康,我们无法照顾自己的父母到老。 没有健康,我们更无法陪伴自己的爱人,直到白手。 张子怡在综艺节目《妻子的旅行》中表示,自己不敢再接有危险动作的戏了。 这个曾经什么都不怕的拼命三娘。 为了抹好戏,大冬天,指甲盖先飞了,可以插在冰雪里止痛,然后接着拍。 吊威亚摔倒晕过去,可以原地醒来,再继续干。 如今,她却说,我不怕变老变丑,但是我害怕死,害怕受伤。 问她为什么,她毫不犹豫地说,因为孩子。 她的身体不再只是她一个人的了,还代表一个家庭的未来,一个孩子的幸福。 斯宾诺莎说,保持健康是做人的责任,身体无病是家庭最好的不动产。 去年年初,一位老朋友突然联系我,说应急需钱,要卖房子,问我有没有渠道。 但是这位朋友是圈里妥妥的高收入白领,怎么一转眼缺钱到这种地步? 后来才知道,她得了骨癌,需要高额的医疗费。 为了治好病,这几年,她一直辗转北京上海的各大医院,继续早已划光。 原本三十多岁,有房有车有不错的存款,如今因一场大病,一切成空。 可她却说了一句,还算幸运,不是晚期。 对啊,能活下去,便是福气,只要能活下去,一切就有希望。 她现在住在村里老家,一改之前的生活习性。 之前的她为了经营人脉,每每饭局便是大罪一场,好几次都喝倒胃窗口。 为了工作,常常熬夜加班到凌晨,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。 现在的她,成了养生达人。 早晨起来,去田野里呼吸新鲜空气,晚上吃完饭去运动锻炼,每天至少睡八个小时,不喝酒,不吸烟。 网上有这么一段话,不要炫耀你的钱,到了医院,钱都不值钱。 不要炫耀你的工作,倒下了,无数人会比你做得更出色。 不要炫耀你的房,你走了,那就是在为别人做假医生。 你唯一可以炫耀的,只有你的健康。 钱没了,再赚,工作丢了,再找,房子差了,再努力买套好的。 可身体没了,就什么都没了。 健康面前,什么都是浮云。 别等生病了,才知道病痛有多折磨。 别等到了生死一现,才知道死亡有多绝望。 李开复分享自己患病后的心得说, 我正处在人生最好的时候, 我身上还带着经历过苹果、微软和谷歌打磨过的光环, 投资人对我信赖有加, 我在微博拥有五千多万的粉丝。 一切一切,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完美无缺了。 可是,褪去光环, 我此刻只是一个呼吸之间就会顿失所有的病人。 生活不易, 好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。 人生下半场, 拼的是健康。 李去奥, 人活着,请善待自己, 善待生活,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, 你才能够更好做好自己的事情, 才能更好的生活。 所以不管生活给了我们多大的压力, 一切都要以自己的健康为前提, 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的。 听过了今天的文字, 您的感悟又是如何呢?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和我们共同分享, 很期待和你的相遇。 然后有一个健康雅机, 没有请大家发来很多事情, 然后我们好看, 您好看, 您好看。 您好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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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